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习近平发大整风信号越往后直记越严 胡锡进突发文几乎文革绝不能翻案 网游过山车暴露习近平高层深层矛盾 党媒齐发力表扬网游拯救股市 文人舍命造反吗 漫画伟大的手吓死习近平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消息说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修订之后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并且发出了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的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 中共的二十大对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做出了战略部署 着眼解决大党独有的难题 健全全面的从严治党体系 对该条例做出了修订 该条例将全面的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的二十大精神 从党章这个总源头出发 坚持严的基调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 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范 进一步延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 释放越往后直计越严的强烈信号 发挥纪律建设标本监制作用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另外该通知还要求各级党委党组 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任务 认真抓好该条例的贯彻执行 对违反党纪的问题 发现一起坚决查出一起 切实维护纪律的刚性严肃性 还说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把该条例纳入到党员干部培训必修课 增强尊规守纪的自觉性 要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 促进执纪执法贯通 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 还说各级纪委纪检组 要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 强化监督直纪问责 敢于善于斗争 严格直纪精准直纪 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还说各地区各部门 在执行该条例当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 要及时的报告党中央 好再来看一下 胡锡进几乎文革绝不能翻案之后 火速三文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西西表示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巩固政权 近年以来积极的将反对势力拉下马 并且试图在中国国内鼓吹斗争风气 鼓励下属举报领导 学生举报老师 家人相互举报 宛若文革在线 没有想到中共的喉舌 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辑胡锡进吃错了药 在周三也就是12月27号的时候 突然在微博发文 疾呼文革绝不能翻案 但是文章出现没有多久 胡锡进似乎就清醒了 赶紧将文章删除 但是还是被网友备份了下来 引发了热议 胡锡进在12月27号的下午1点多钟 在个人的微博当中发文表示 文革是绝对不能翻案的 国家不断的发出这样的信号和警告 文革市的一些做法也不会允许死灰复燃 大家都要避免陷入激进主义 包括老胡在内都应该提高这方面的自我警觉 在网上大家都不要对机构和个人搞构陷 乱扣帽子喊打喊杀 有争议的时候就是论事批评可以严厉 但是绝不以整人和打倒机构为目的 胡锡进接着表示 让我们谁都不煽动仇官仇富仇知识分子 都不鼓励在内部搞无情斗争 不把对外斗争朝仇外方向引导 都促进宪法秩序下的社会和谐与包容 还表示中国这个大国注定要走稳健的路线 坚决准确落实好中共当局的大政方针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命线 网络不偏激 不误导民众的情绪和官方对民意的认识 同样很重要 虽然该文章发出没多久就被删除 但是还是被网友辈分截图了下来 不少中国网友也涌入了胡锡进 后续发出的贴文询问为什么删文 不过胡锡进没有回应 而该消息被旅居意大利的华侨作家李颖 分享到了X平台之后 墙外的网友纷纷表示 皇上的昏庸无能让大太监也害怕了 本来没什么 但是突然就删了 这就有意思了 还有网友表示 胡锡进这是要触碰皇上的逆龄啊 网友说胡锡进是个聪明人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他非常清楚那个是非不分 群魔乱舞的年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魔鬼情形 平时替党国分忧洗洗地刷刷墙 小打小闹也就罢了 真的要回到那个年代 肯定是不想的 好再来看一下 网友过山车 暴露出了习近平高层深层矛盾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表示 过去几天中国的网络游戏公司的股价如过山车 先是因为监管新规大跌两天 然后又因为激励政策反弹两天 令人不解的是官方频频安抚民企之际 为什么突然又推出了管得又言又细的法规呢 这一次的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国高层决策的问题 报道表示 中国许多的政策让人觉得相互矛盾 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12号的时候指出 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 以劲促稳先利后破 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 而在十天之后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在22号的时候 发布了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内容直接限制业者的经营和行销方式 有如对上述的原则的打脸 新规要求网络游戏不得设置每日登陆 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一些诱导性的奖励 网络游戏出版经营单位不得以炒作拍卖等些形式 提供或者纵容虚拟道具高价交易行为 所有网络游戏需要设置用户充值性额等等 管得越细主管部门的权力就越大 行业的发展空间也就越小 对此资本市场的反应也很直接 12月22号也就是上周五的当天 以及12月25号开盘之后 游戏股连续两天大跌 有次媒体评论表示 这种法律不服务于经济成长 而是迎合民粹的管制手段 表示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游戏行业 而是会让所有的企业主都紧张 还表示这一次国家新闻总署出一个管制法规 明天其余的部委呢 纵容各个部委自己搞管制的法条 后果又是什么呢 而一名中国财经媒体界的人士也表示 营商环境是由中国国务院来负责的 而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名义上 也是属于中国的国务院 但是实际上是由中共的宣传部 来承担管理的职责 在政策的考量上总是容易有不同 原来中共当局一年以来频频的高喊着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改善营商环境这些理念 其实几乎没有进入到注重意识形态正确 甚至经常以较高的道德姿态 训诫他人的官员的脑子里面 政策意志的落差还表现在了时间的差异上 中国的财经领域的自由撰稿人刘元举 在12月25号的时候 在金融时报当中就撰文指出 认为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 不会故意的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来冲突 监管新规的意见稿最初制定的时间起点 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早得多 这就造成了步调上的不一致 但是意见稿又是怎么制定的呢 他表示中国存在一种行政惯性 很多政策都强烈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为提高政策效果采取各种能想到的手段 却忽略了政策本身是否符合伦理 是否遵循行政比例原则 会产生什么目标之外的后果等等 报道表示说到底 不需要由民意问责的权利 不会真正的对民营企业的困境有感觉 曾经在金融企业和政府单位任主管职务的学者胡星云 图就表示 在共鸣社会以及真正的市场经济里面 政府要推出这么大的行业监管政策 一定事先要充分的听取大家的意见 做全面的考虑 他表示这一次中国的网游监管新规事件 反映出了主视者权利的傲慢 不考虑对市场的影响而肆意行事 表示掌权者常常口里说着要更加的开放 也许他有时候真的这么想 但实际做法却令大家害怕 因为他的权利是傲慢的 不受制约的 这样就容易有问题 报道表示 在游戏业界剧烈的震荡之后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 在12月的23号发文回应 表示将在继续听取相关部门 企业用户等各方意见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并且在12月25号的时候 发布了新一批的105款 中国国产游戏的版号 数量创下了单次发布的新高 再加上8家上市游戏公司 在12月25号宣布 至少回购或增持自家股份人民币 5.3亿元以上 网游股在12月26号和27号都大幅的反弹 但是即使股价一时回得来 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回得来吗 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 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下一次的监管越界又要如何制约过大又傲慢的权利呢 好 再来看一下党媒齐发力表扬网游拯救股市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2月22号的时候 宣布将制定网络游戏管理办法 加强监管网游 引发了游戏股大跌之后 中共官方接连的表态支持肯定网游 网游股在12月27号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股市反弹 网易在收盘的时候大涨了近12% 报道表示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2月22号的中午 公布了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 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 随即引发了游戏股集体崩盘 龙头腾讯重挫了12.34% 市值蒸发了港币3670.05亿元 网易大跌了24.59% 市值也蒸发了1375亿元 正值股市低迷之际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隔天又随即发文回应表示 宣称征求意见稿立足于保障和促进网络游戏行业繁荣健康发展 对于解决网游经营单位转入等一些问题 设立了保障与奖励专章 提出了一系列的鼓励措施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相关的负责人还表示 对于各方提出来的关切和意见 将认真研究并且将在继续听取相关部门企业用户等各方意见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另外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在12月25号的时候发布了新批准的105款中国国产的游戏版号 数量创下了单次发布的新高 中国因数协游戏工委和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发文表示 此举有力展示了主管部门积极支持网络游戏发展的鲜明态度 另外中共的官媒人民网在12月26号的时候发文表示 最近三年以来游戏版号政策的稳定性逐步增强 游戏市场回升明显 而12月25号发布的新批准中国国产游戏版号 也是继12月22号新批准进口网络游戏版号之后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又一例举 中国的因数协游戏工委和广大的游戏企业深受鼓舞 而中共的党媒人民网还赞扬中国游戏越来越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容器 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另外中共的官方也接连的表态支持肯定网络游戏之后 游戏股在12月27号的时候出现了反弹的行情 综合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新浪财经报道 在中国大陆A股中科云网大盛文化开盘没多久 即涨停锁死 多支游戏股也跟涨 而在香港股市指标股网易开盘即大涨了超过12% 带领游戏股一路上攻 而网易在下午收盘的时候 报收136.5元上涨了11.89% 腾讯也上涨了4% 报285元 除了官方表态支持 网易近日也传出渴望与美国游戏巨头 暴雪娱乐复合 重新取得暴雪的中国市场代理权 好再来看一下文人集体造反 漫画伟大的手 下次习近平 来自台湾媒体上报的文章表示 一年多前北京曾经发生了义势彭在周 在北京的四通桥挂霸习反共横幅的抗议事件 而一年多之后 一群文人以笔为刀 在中国国内严厉的环境之下 勇猛的以自己的方式来反习 效果同样的震撼 该文章表示 以因最近一期也是最后一期的杂志封面漫画 讽刺习近平指名方向 触怒了当局 以政变时必而著称的中国大陆杂志杂文选刊 在12月4号的时候发布了修刊启示 据杂文选刊的编辑部发布的修刊启示 该刊自2024年1月1号开始修刊 并且表示修刊期间 他们将认真地做好各项有关的工作 杂文选刊在12月号的封面漫画内容 是一只大手在指向前方 在手上顺着指名的方向跑的人 却纷纷的掉下了深渊 网友介绍漫画名为指名方向 疑似涉及讽刺习近平 因为反共反习 被中共开除党籍的前中共党校的教授蔡霞 在12月17号的时候在X平台当中发出了杂文选刊最后一期的封面 并且表示转强离网友的话说 这本杂志今年最后一期也是中期明年就停刊了 编辑部豁出去了大胆封面配图 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一只伟大的手指引着方向却是万丈深渊 众人前赴后继奔向深渊 这是当前形势最形象的表达 目前在紧急回收销毁 已受杂志根本就买不到了 而墙内的微博平台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 话里有话对杂志和漫画多有包赞之意 其中一句就表示杂文选刊最后一期勇敢的人们 该文章表示杂文选刊原名为杂文家 创刊于1988年 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杂文选刊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 主办的学术性刊物 最初是由主编刘成信先生创办的内部刊物 1991年的时候更名为杂文家选刊 1993年更名为杂文选刊 刘成信曾经把杂文的社会功能比喻为社会医生 说杂文就是批判的揭露的 其本质恰恰是说真话讲真理书真情 目前不知道杂志的编辑们的处境 但是北京时间12月19号的晚上 微博还没有封杀杂文选刊12月份一期的封面 不少的网友转发 而网络当中的电子版还能够阅读 该文的作者表示他宁愿相信 这是一些网管良心发现 躺平不管 文章说众所周知中共的党魁习近平时常喜欢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指明方向 网民封号为止陆地 自2017年中共19大开始 中共的宣传喉舌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推上了新的台阶 称习近平为人民的领路人 自2020年开始官媒更是开始频繁的报道 习近平为全世界全人类指明方向 根据媒体的统计仅仅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重创全世界的头一年 也就是2020年 中共的官媒以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作为标题报道 就至少有12次 其中在这一年的9月21号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报道说 习近平在当天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的讲话 为联合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而作者表示当时确实有信息指出 世界卫生组织确实被指听命于中共 上报的文章表示 近几年纷纷获得习近平指明方向 还有中国的制造业国足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一带一路 复工复产等等 大多都烂尾 文章表示 独裁者和他的走卒 出了对号入座 观评杂文选刊 别无他策 但是同时也成全了这本刊物 以及这群知识分子的历史遗课 故此这次杂文选刊最后以漫画投枪 令诸多的网友都有同样的感受 那就是原来中国还有这样勇的一批知识分子 文章的最后表示 相对于过去中国的南方报戏被指感言 或者财新网号称感言 在杂文选刊以停刊为代价的抗议面前 都显得失色了 这次杂文选刊最末一期的封面 以漫画无声的表达讥讽 让人会心一笑 这是中国文人造反的先声 文章最后表示 那只假称伟大的手 正在指引万民坠入深渊 那幅漫画却彰显中国正涌动反习反共党潮 2024中国将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